10萬訂閱謝謝你們 未來一起努力吧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今天台灣股市 是不是如我所講 開始漲不動了 開始沒有力了 今天開盤 往上衝 衝完就沒力了 然後就在這個 下面晃啊晃啊晃 那到底會怎麼樣 明天怎麼樣 我們這個 節目最後面會跟大家講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 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分享什麼 分享我們這個洪捷科 洪捷科我們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這幾天一直都在講對不對 我們講說什麼 講說現在 往上衝 尤其什麼 前天漲停板 前天漲停板然後就開始怎麼樣 漲下來就休息了 有點休息 但是他還是在創高 今天盤勢整體來說也不是那麼好 資金的量能 也不是非常好 也不是非常夠 所以你看到 今天還是有創高到116 然後在這邊高漲繼續在這邊做震盪 而且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今天漲上去 尤其這幾天漲上去 好像有什麼 有沒有大量 其實還好 跟前幾天比都還好 所以 現在是怎麼樣 屬於在這邊一個震盪的 開始出現觀望 震盪 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然後才會繼續 往上做上工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來做一個關注 好那我跟大家講 像這個中華的部分 今天有稍微出現回檔 那這個回檔 需不需要擔心 我認為也還好 為什麼 一樣他有沒有出量 也還好今天才多少 11847張 不是很多 所以接下來還會不會再漲 我跟大家講 這1萬多張什麼意思 你看前天什麼 昨天2萬多張 前天2萬6000多張 這11000張什麼意思 代表大戶其實還沒有賣 就這麼簡單 有一些人可能賣在這邊賣然後在這邊 加上今天盤勢對不對 漲上去之後開始回檔 然後他也跟著回檔 但是他問題是大戶沒有出場沒有大賣特賣 沒有大賣特賣其實都不需要擔心 所以這邊其實在這邊 再繼續做一個震盪 繼續會往上供的 跟大家講還會漲 好不好 那如果說什麼樣 如果你是聽老師節目 譬如昨天才看到 你買在這邊你不要跟老師講為什麼 為什麼跌 好不好 我們買在哪裡 你就要跟我們操作嘛 你不要說你沒有跟我們操作 你來問我 好我們買在62塊 這邊3月21號就買了好不好 哇你賣好早 對小時候看 62 漲到現在哪裡 114 漲多少錢 哇你還蠻強的 對我就跟 我跟大家講 五六個月前 如果說今天要去做純股 市場上很多人在交純股 純股一年能夠獲利多少 倒不起就是 3%5% 好一點最多到7%已經了不起了 有辦法賺到這個 所以我跟大家講 不要再去看什麼存股社長 那你是3月在買 然後後面有在買喔 沒有啊 這邊是怎麼樣 這邊是有 漲停板啊 功課漲停板 對不對 昨天又功課 前天又功課漲停板 就買3月 對我們3月21號買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 跟大家講操作 不是說 我們不用花腦筋 我們就存股存存就好了 市場上沒有人在這個市場上沒有人在 不花腦筋的 投信啊 大家都是在裡面做廝殺 想辦法賺 投信也是賺對方的錢嘛 不是賺 光賺韭菜的錢 也要賺誰的錢 賺外資啊 賺大戶 賺自行商 大戶跟大戶之間也是 撕殺來撕殺去 不是說 不用動腦筋你就能賺到錢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這邊持續跟大家做分享 今天這回檔回下來 尤其又出下影線 連續兩天都有下影線 這不是一個要大體的節奏 所以 這邊持續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也可以持續來做關注 再來林洋的部分 林洋的話我們買在哪裡 買在17號對不對 8月17號買到31.6 今天回檔比較深 昨天漲停板 今天回比較深 適時做個調節 還不需要趕快跑 適時做個調節就好 就是說 你已經 有跟著我們買的話對不對 買了 然後怎麼樣 可能就出個一半嘛 或是什麼樣 或是稍微做調節 或你想全賣也可以 今天回檔回多少 回5%多嘛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今天回檔 我們去看一下為什麼 有些人就告訴你說 就是 漲一天啊 就是什麼一日航行 不是其實不是 2022年6月份 你可以打開 回去看這件舊的圖 2022年6月你看之前的圖 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開始往下跌的地方 那邊有一大堆的人 套牢 上面有一大座山 所以你今天 往上漲 套牢一年會不會想賣 肯定想賣 所以今天量比較大 所以今天量大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後今天有回檔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不好 所以不是說什麼馬上要開始要崩盤 不是 他現在還盤整 我們剛剛漲上來 今天出現回檔 就是去撞壓力 很多人在什麼 解套賣壓 很多人想要 好不容易 抱了一年 好不容易什麼 好不容易漲了一點 對好不容易漲回去了 這就是真的 剛好漲到 2022年6月份的地方 好不好 大家可以回去看這些圖 所以現在開始出現一些賣壓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接下來會這樣 明天非常重要 明天如果 回下來的話 頂多回到我們成本 對不對 大不了是還給他們沒賺 但問題是他會不會在這邊繼續做震盪 繼續再供 非常有可能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來做關注 在翼龍的部分 翼龍我們有跟大家分享 我們4號買的 4號買126 今天也是 開盤之後也是怎麼樣 跟著這個盤勢做震盪 一度還往下回 跌破130塊 但問題是什麼 收盤是怎麼樣 收回去了 對不對又收回去又下影線這麼長 然後呢 今天也沒有說特別的量很搭 今天其實很多個股 都是什麼都呈現量縮 所以我跟大家講 操盤不是說我們今天 去追價然後怎麼樣看到這個跌 我們就要很擔心 不是他整體的結構還有很多細微的變化 有些朋友喜歡看均線 告訴你均線看不出來 很多老師很喜歡講均線對不對 每天告訴你均線 不然就是在套其他指標 套RSI 套什麼背離 搞不好這邊有背離 就跟你講這是背離 所以他回檔 不是他也是一樣 2022年6月那邊開始跌的 很多人套勞在那邊 今天有賣壓都很正常 而且今天賣 其實也沒有非常多對不對 所以他還會繼續漲 尤其今天又推回去了 如果他今天要跌的話 價錢不會把他推回去 主力不會在這邊顧 你一看就知道主力有在顧這個價錢 所以他又被推回去了 所以 等到盤是怎麼樣 開始比較超轉 他又會繼續往上做上工 所以大家都可以持續來做關注 但是啊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買 你會不會買 你知不知道買在哪裡 買賣點 股市真的非常簡單 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買跟怎麼賣而已 對不對 小叔叔我聽起來 就是怎麼買跟怎麼賣而已 上次我還跟另外一個小叔叔講說 股市是什麼 什麼 低買高賣嘛 他說當然這不是誰都知道 對啊 問題是你低買你買的到哪裡 重點是你不知道低在哪裡 對啊你知道嗎 買不到那個位置嘛 所以 文打獎趕快跟我們一起做操作好不好 邀請你不要再浪費時間 有些老師是告訴你說 我們買這個財報很好 對不對 買進去 哪一天漲 有一天會漲 不知道哪一天 有一天不知道是哪一天 有一天不知道哪一天 反正他剛剛說你現在這個財報很好 業績很好嘛 但是我們是看圖的 圖就是圖上那個人家 偷偷在買想要拉的時候都看得出來 所以 邀請你跟我們一起來做操作 你會看到像我們這個 翼龍也是沒買多久對不對 就繼續往上攻 所以 跟大家來持續做分享 我們就持續來做我們這個 來持續來做追蹤 我會持續告訴你更好的這個股票 好那今天還有漲什麼 今天其實漲那個 網通股 網通股今天漲得比較多一點 就跟大家講 資金每天就是換來換去 昨天漲什麼今天漲什麼全部都不一樣 那資金板就是會輪動 尤其前面6月份 AI股已經漲那麼多了對不對 那AI股 那說再漲個三倍五倍嗎 哪有這種事情 人家會把資金抽出來 我昨天看到一則新聞講說外資這幾個月 匯出3000多億 匯出3000多億 所以你看台幣也在貶值 匯出3000多億 那表示什麼 表示就其實有一部分資金被抽走了 那市場上現在活水就少了一點 那市場慢慢就會比較冷靜下來 而且會需要什麼 很多股票需要重新做整理 那今天起機漲比較強 起機是網通裡面 我覺得比較好 但是你這個地方 老師會不會推薦你去買 不會 為什麼已經漲了 從哪裡 81 漲到這邊多少 142 漲太多 你現在在漲 你如果去追 你就要很小心 那我就常在講說要小心什麼 想說小心是不要往下跌對不對 跌破什麼 昨天的開盤 跟最低 對不對 往下跌的話就會有風險 所以你就要比較小心 因為拉高了之後會怎麼樣 大戶就是會去套現 對不對 投信他們都在做這種事情 不要說什麼 我買進去我要領鼓勵 投信他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再來是什麼 震穩 震穩 有些人今天也在講話 震穩轉強 但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在這個地方 39.85這個地方好不好 這個地方不好 這地方你看一支這麼大的 這個英K線直接灌下來 這邊幾張 這邊各位朋友 這邊快要七萬五千張 直接到貨到下 那你現在在漲 你說馬上要把它漲過去 我覺得非常的困難 所以 震穩這樣股票 你就要來比較小心 如果手上 你今天才去買的話 或是聽到的有些老師告訴你說 這個網通股轉強 所以你去買 要比較小心 好不好 老師絕對給你最正確的資訊 再來破落威 破落威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漲上來到哪裡 108這個地方也是 看到沒有 這邊幾張 這邊也是五萬多張 五萬六七千張 在這個地方 瞬間賣出來 他就開始跌 他就開始跌 今天也是一樣 今天再拉一次 是為什麼 遇到前面的壓力 然後今天 這個漲上去之後 一樣漲到這個最高的地方 107.5 一樣大概有多少張賣出 大概也是一萬多張賣出 所以你接下來 明後天也可能比較關鍵 會不會繼續漲 我認為有一些困難 假設他如果真的能夠攻破 那就是有阻力 拿錢出來砸 砸過了之後 對 喜歡這張股票 主力是叫什麼 有錢就任性 有錢就任性 懂嗎 有錢我就要砸 我要買上去都可以 今天我是郭台銘 我有92億 我領了92億股利 我想要砸這股票 可不可以砸得動 92億當然砸得動 所以我告訴大家 有錢就任性 不是說什麼 一定要財報好 一定要業績好 不是這種事情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 現在 看起來 這邊大部分都是 上面兩個地方大部分都在賣 所以要比較小心 好 那接下來 我們今天有什麼問題嗎 今天有一個問題 想問老師 乘起2425 賣在42 還有機會上漲嗎 乘起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乘起的部分 買在42塊 42塊差不多在這裡 現在這個叫什麼 上面這邊其實有一個壓力區 看到沒有 我這邊幫他畫一條線 為什麼畫到後面 為什麼畫到後面 其實這個 在這個地方是一個多空交戰 為什麼 在62這邊是不是有些人偷跑 你看這邊 這邊有幾張 錢賺在說 對就是套 套線就走人 兩萬多張 一天兩萬多張 隔天也是差不多 一萬八 八千多張 但問題是 這邊的人 有沒有跑光 前面其實更多 你看27.5塊 這邊一路買上來 每一天也是多少張 一萬五千張 兩萬張 很多 對不對 很大量的集中在下面 大概就是30塊附近 30塊到30 35塊以下 好 然後買上來之後 有一部分人偷跑 很清楚 然後在這邊 漲上去之後 漲不動了開始 他偷跑了之後 開始在這邊橫盤 然後跌破對不對 8月總跌破 8月快到8月跌破 跌破之後 開始亮縮 開始亮縮 那問題是今天又繼續往下跌 那為什麼跌 就是跌到前面這個盤整區 你們看前面有橫盤 其實那邊有一些支撐 所以跌下來之後 馬上又收一點 又收個 下影線出來 而且但是問題是今天量其實也不是很夠 好 那我告訴你 現在有可能會跌回你的成本去 好 人家其實有一部分套線 42到62就套20塊 對不對 人家就已經先出了 那你沒有套的話 沒有套線 你沒有跟著賣出的話 他現在回下來之後 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有支撐 所以會在這邊稍微做一個整理 震盪時間 大概需要的 多久 大概需要也要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 才有機會再繼續供 所以現在不會馬上漲 那現在要馬上漲要怎麼樣 又是一樣 要有拿錢出來 有錢任性的 現在看不到 現在你看一天就是 你看今天4000多張 昨天幾張 昨天搞不好才1000張 你去看前面 一天都什麼 一兩萬張 明顯差很多 所以現在這個資金已經撤退 馬上要想要讓他漲回去 就很困難 所以這邊就跟你做分享 那如果你要繼續等 或是你要現在賣可以 繼續等的話就需要再等一段時間 這邊需要在這邊震盪整理 這個資金重新做一個整理之後 才有可能往上漲 所以這邊分享給你這個朋友 還有其他 其他這個投資朋友 那最後跟大家講 你有任何問題嗎 有任何的問題嗎 歡迎在下面做留言 但是記得一定要幫我們按讚分享 那最後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早上 在LINE跟TV上 都有非常重要的資訊 我們今天早上有講什麼 我們講說這個 其實 美國股市昨天開始出現一些小回檔 那回檔的問題是 問題是什麼 就是美國也是進入到波動整理的這個行情 那早上有特別提醒大家 這個16822會不會供國 大家關注一下 但是量能都很小 所以怎麼樣呢 你看到今天 今天就開盤一瞬間供上去 到哪裡 剛才16822對不對 剛到16841然後怎麼樣 就沒力了 就開始一路往下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前兩天 我們昨天也有講 然後前天也有講 我們講說什麼 講說最後一盤 都是最後一盤 連續兩天 最後一盤丟100億進來 130億到170億 130億 這邊171億 最後一盤偷偷去拉 拉尾盤 所以看起來K線 本來其實沒這麼大隻 那昨天本來是怎樣 本來是疊 本來是平盤 最後又丟了100多億 好不容易往上拉 那我就跟大家講 其實 真正有實力的這個 阻力很大貨 不會這樣去偷拉 一定是盤中 開盤我就拉 我怎麼會最後一盤再去拉 我就是偷偷摸摸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今天也是偷偷摸摸的 開盤怎樣 就抓最後 就拉最後一次 拉過這邊 這高點之後 然後就開始抵 那這會害到什麼人 很多這個自營商 他們用程式交易 哇看程式看到什麼 這很笨的AI 看到說突破了之後以為要漲了 但問題是怎麼樣 問題他就不漲 他就開始抵 他就開始賣 真的有其他人 前兩天偷拉的人就開始賣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這個市場上 耳魚我炸操作真的是怎麼樣 非常的複雜 不是說一套方法就可以用到底 絕對不是 所以我跟大家講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來操作 那趕快來加入我們LINE跟TGU 老是會給你最正確的訊息 好不好 那明天會怎麼樣 明天持續幫大家做追蹤 明天再見 拜拜